姐妹俩现在的身份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 我们现在是在校大学生 在哪里读书呢 我在江西师范大学 我在海南师范大学 姐妹俩学的专业是 音乐表演 我们俩都是 那为什么学一个专业没在一个学校读书呢 因为她的学校看不上我 我学校看不上她 这双胞胎姐妹其实互相也有小比较 对 在过去成长一直以来 或是谁压制谁会多一点呢 就是我们压制的那种 方式不一样 不是方式不一样 方面不一样 比如说呢 我比较管生活类的 她就比较管我们表演了 就自己专业上来的 我想 我因为最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个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那种小游戏 能给她俩做一下吗 可以啊 你俩背对背 就是我们玩纸的那个游戏 我问问题行不行 可以 好 你俩背对背 一 二 三 你就纸啊 来 谁比较漂亮 纸 快纸 谁 都纸的是对方啊 来 不许看啊 来 谁比较懒 这很默契 谁爱发脾气 那谁比较瘦 男孩子欢迎 这什么事跟姐姐都没关系 怎么全是妹妹啊 刚才从这个杨帆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就能感受到妹妹更加的这个 善于表达 对 善于表达 就能看到她的性格 所以说姐姐管专业 就是两个人内部的事情 姐姐说了算 然后对外的时候全是妹妹 对 所以老半天主持人一点跟专业有关的事也没问 结果都是妹妹说 所以最后我问一个姐姐能回答的问题好不好 有关专业的 因为都是学音乐表演专业 毕业之后你们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 就算毕业了 我还是想继续学习音乐 然后在外面多多学习 然后回到村里面 教教我们村里的小孩啊 当老师啊 当歌手 其实都可以的 其实姐妹俩是有回到家乡的打算是吗 对 但是要必须先闯荡几年 我们想在外面吸收一些更好的 新鲜的文化 然后就带回我们当地去传播 同时也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更多的人知道 说得很好 但这事不是都让姐姐说呢 他表达能力没有强 好 好